主席各位同仁 财政部李部长以及各位列席的长官 请一下部长 李部长 是 黄委员早 部长您早 我想今天所提到了这个国库署啦 国予产局这些的部分 我们还想请问一下 这个政府归费的收入 依照你们的编列的部分 大概明年度会比今年度的预算数还要再增加2亿多 那这个归费的这2亿多的这个归费收入的增加 依财政部来看 主要是增加在哪一部分 因为这有些是量上面的变化 量上面的变化 因为归费它是属于行政的一个归费嘛 你有执行才有收的 所以说主要部分是增加在哪一部分 你看你们的这个2亿多的这个增加 因为它这个项目很多散在各部会 每个部会都有增增减减啦 那比较多的就我了解它可能是交通部的 交通部的气燃费的部分 它随着量的变化 汽燃费的部分 汽车燃料使用费的部分 对啦 如果是这样 那基本上这个我 你觉得政府的一些行政归费 对 使用者付费 有没有这个整体的 这个检讨的空间 这里给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依据归费法 它规定是每三年要检讨一次归费增设的标准 它里面的内涵 它的人事成本 行政作业成本等等等要做个检讨 那是由各机关自行检讨 但是我们财政部会辅导各单位做必要的这些检讨 有的增加有的减少 我给您报告一个数字 请说 我们最近就自己检讨 财政部的部分呢 财政部的部分 像这个债权人去索取债务人的这个财产资料 原来是500块钱一次 那我们最近有检讨就把它降下来 降下来可能会减半 现在金额是 我记得是250 对 减半 因为整个一化作业的量大了 所以我们单位什么就少 一化作业之后 这个成本 应该作业上比较简 比较 比较 比较详实 而且比较简单 对 都有主动的做必要的这个检讨 该增的增 该减的减 该停的停 可是呢 依照 依照你们 依照这样的看 关税总局 是 它的服务费 就会增加 可是它增加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个 这个传播的 这个住行的服务费 会增加到4亿多 可是呢 收入4亿多 比去年增加2千多万 可是呢 它的这个 货柜的审查 押运这个费用 就减少 为什么 就表示说 它的货柜数 会减少 可能进 我们预估了 量 量会减少 货柜数会减少一些 可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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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却 这个 货柜数的 这个押运 押运费用 总体会减少 可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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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的 这个 住行的 这个部分 可见你是单价提高了 因为它这里有很多的因素 在里面 因为一个传在 两岸三 货柜少了 传次没有增加 可是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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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行费用增加 可是你的 这个部分 我觉得 住行的费用是 传播 进出口的传播 对啊 因为现在目前 两岸小三通 大三通之后 那照理这样讲 传播数增加 货柜数也会增加 可是没有啊 货柜数是另外一件事情 它这个是 我们这个 住行费用 是讲那个 传播的量 那自己传播上面 带的货柜 你是乐观的估计 明年 这弯靠的 台湾的这些 对 传播数量会增加 以前的这个 发展来讲 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自己 在相关的 税客 这个收入面 做这样一个估计 嗯 那另外一个 是 再来讲 讲这个 我们的行政规费 的部分 是 你有没有提到 这个核发 记账 报税 代理人 这个登录证明书 我们这个部分 也应该会 纳入财政部的检讨了 所谓的 这个 跟财政部所属的 随时有必要 行政规费啦 证书啦 这些执照 有必要 我们都可以 做必要的 你说三年嘛 对 我们一般是三年 做一次 那随时可以不定期检讨咯 依照您这样说 有必要的话 就我们做 有必要的话 对 这个必要性是您来认定的 有两方面 有的是我们主动的 有的是这个当事人提出意见 提出指教之后 我们觉得有道理 我们就做调整吧 其实这个费用 增加减少 这个总数不会差很大 不会很大 国家不会因为这样的负人 但是民众 个别的民众 感受的影响很大 但是我现在就跟你讲 对 这个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 很大部分是什么 我们国有财产 我们国有财产的出租跟出售 很很让我们觉得 有点意外的是 出租的费用减少 出售的费用增加 那是不是代表 我们将来的 未来这个年度 国有财产以售为主 以出租 以出售为原 出售为原者 以出租为例外吗 应该是说 因为这是两件事情 不冲突 因为目前在实际作业上 我们现在出租 我这么说啦 你在你们的18页里面 租金收入减少1亿7千万 出售数量增加9亿1千万 这两个不冲突 这个政策目标是什么 这两个政策目标没有冲突 那现在出租 它都有条件的 所以目前的出租量 我记得没有 它大概15万笔 一年的收入 大概就是这个数字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出售 绝对是在卖小流大的前提之下 很多麒麟土地加速去处理 以前是处理 一方面活化市场 一方面增加利用 提供很多外界 卖小流大 对 没有错 所以基本上加速处理 这个比数会多一点吧 那为什么出租的部分 因为过去曾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方法 国有土地的处分 或国有土地的处分 以出租为主 基本上是因为是要看我的标的标的大小 很小的你自己手上无法去出租 我们就从租跟租来比啦 今年明年度的出租的情形跟今年度出租的情形 为什么会减少那么多 他有的在买去啦 所以量就少啦 因为现在很多那种出租的土地是属于59年 59327或是72年2月20号以前 他就可以来申请来让售了嘛 他买去我租的就少了嘛 对 那让售也必须我们要同意啊 那当然是没有错 没有错 那我们政策的方向是以出租为主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出售啊 那不冲突 因为现在已经在租的土地 基本上它是中低收入的 或是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够租嘛 租的时候它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够买 买去了就不必租了 所以租的量就少了 这我当然知道了 可是来年呢 你还是有新的土地可以出租出去啊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新出租的土地 所以说能不能够你们还是能够加强这个 这个国有 一方面要活化国有土地嘛 有些闲置的 对 你要赶快租出去啊 可是你们的整个出租的这个 这个这个金额啊 就是下降的 这点我们是让人会怀疑到 你们的这个执行力 对 这个基本上就是在实务上 我们出租是一个被动的行为 今天土地 被动的 基本上是被动的 你为什么不主动出租呢 他是来申请成租啊 你就当反正就是 我才能够租他嘛 我是衙门 我是公务机关嘛 你要来就来 不来就 是他来申请成租 就给我们去租房子 我那个出租人 有些土地你是可以啊 那个是标注的 就站在政府 比较主动的一场 希望说 民众来乘租 所以刚才委员指教没有错 我们基本上 我们会主动去办理 低度利用或 闲置利用土地的 这个开发 开发的方式有好几种 短期出租 长期出售 所以说应该 因为你们主动的出租 所以应该会增加 怎么会减少呢 就是 主动出租后还会减少 因为有刚才 那不要主动出租好了 不是啊 我讲这里面很多细节 不是这样一句话说 细节太多 太专业了 不是不是 只是说他 国有土地出租这么专业 对 我们是希望说 你们的效率能够提高 我们当然 这一段时间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国产局通常非常辛苦 这个做了很多 以前没有做的事情 我这特别的报告 例如把这个租金减少了 以前没有做到 不是不是 我们做了很多制度面的改革 就是目的就是加速 后续的土地的出租出售 我们很希望说 看到国家财政 比较困 你看什么税都减少了 对不对 那既然国家的土地 该减的这么多 该加的我们也要加 不是 总税收啊 总税收是因为 哪样税收明年度增加 你告诉我 没有吧 明年增加 目前还想不到 所以说 既然财政困窮 我们才希望说 可以把这个 闲置的土地 能够增加利用率 能够租的 能够多租出一点 像明年的一正税 所以就比今天 要的预算数要高 我们就把它 应该是 影响不了大局 但是 各样的一比一比的 好不容易 擠出一个一正税 肯定你 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国家财政不够 那我们可能要考虑 发行公债 对不对 公债的利率 你们大概是 要定在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公开标的 是用市场的利率 但是也有一个合理的 要有一个合理的 譬如说 利率不能太高啊 是是 你如果利率能锁定的低一点 大家再来标 那就比较好 基本上对于明年的市场 利率市场 这个利率市场 可能如果央行要升息的话 那么你公债 赶快能够定好 免得跟着 跟着央行这样升息 然后这个 增加了国库的成本 因为这里跟委屈 包括因为 我们公债的年期 有两年期的 五年期的等等不同 那因为年期不同 它所标的利率 就会不一样 对 以目前来讲 我们最近标的这个十年期 才1.49而已 所以利率相对是在 明年度呢 明年度以我们 会更好 不会更差啦 对国家 国会更有利 有个估计数而已 做一个range 实际标的数字才是 你如果预期到明年底的利率 会提升 你明年初 赶快把公债 这个卖出去 这样子我们的利率 利息就可以省一些 因为在实务作业上 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 最后一个问题 我的cash flow 是随着我每个月在做安排 当然 例如最后一个问题 还是机车货物税的问题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个货物税 今年大概增的情形怎么样 机车的部分 这样因为增加了 所以基本上讲起 还符合我们的一个期待 所以如果真的是 如同刚吴委员也提到了 如果真的国库有这个 这个业子有这样的一个困难 那我们也希望 能够透过一个沟通的方式 这一点我还是一直希望说 我们很多这个业务的政策 回归到业务单位去 而不是用租税的手段 现在很多业务政策 租税化了 这个是不是很正确的方法 但是既然问题发生 还是因为跨部会可以讨论 但是我们尽量来协调 好 谢谢